当铺牌照抽签会场 大家两眼紧盯着签筒 祈求幸运之神眷顾 115颗的号码球 每一颗代表一个申请者 要抽出三位的幸运儿 中签几率只有2.6% 今天有去拜拜 或是带幸运户来吗 有拜拜有拜拜 所有的神都请到了 这当铺行业也是一辈子 可以做的行业 所以如果有幸抽到 当然就是持续经营 这三位中签者 有两位第一次来抽签就抽中 另一位陈小姐 一次送了事件的申请书 当铺的牌照申请 早期规范每3万人口 设置一家当铺 但随着时代变迁 当铺业法变更为 每2万人设置一家 台中市从2022年6月以来 今年正式突破285万大关 台中市警局依法 释出三张当铺牌照 凡涉及台中市 年满一年以上 备好当铺筹备申请书 身份证银本 户籍腾本 营业场所所有权状 安全设备图等资料 就可以申请 个人不能有从事有 主持犯罪条例 或者是诈欺 抢到抢夺 等等的刑案资料 经过我们审查以后 然后它的营业处所 要符合我们都花局 所规定的它的类别 台中市现有291家当铺 在2018年间 印尼县市合并 人口增加 开放了10张当铺牌照 当时有380人来进族 事隔6年 再释出3张的牌照 抽中就好比重热透一样幸运 民事新闻李坤席 蔡瑞妍 台中报导